影片中的男子嫌女乘客的行李撞到門邊 玻璃太吵 这让他不开心 一度想动手打人 其他旅客看不下去 双方您一言我一语 这时列车靠站 列车长来劝阻被男子拉住衣领 在车厢内爆发拉扯 列车长无线电呼叫支援 前路逐站的站长报警 站长要乘客自己报案 这时列车到站了 这是4号上午台铁3127次驱肩车 台南往高雄的方向 男子认为女乘客行李撞到玻璃太吵 让他一肚子火 列车长劝阻爆发扭打 站长一度请旅客自己报警 引发争议 TVBS新闻爱昭贤 高雄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